來我們來講講最近發生的一些跟睡眠相關 睡眠有被提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也發生在某些藝人身上 就是因為會發生在藝人身上 所以就比較容易被媒體關注 那最近那個山豬的事件啊 就是他在家裡休克嘛 然後他有很多相關的一些疾病 包括有紅斑性狼倉啊 然後他還有一些睡眠呼吸中止啊 然後被檢測出來有睡眠呼吸中止19次 那這個19呢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每小時停止呼吸19次 那這每小時停止呼吸19次表示 他在這個停止呼吸的過程中 他會缺氧 那缺氧會導致他的心臟啊 跟他的血壓啊都會產生一些變化 那也會影響到他的身體的一些機能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影響到這些機能導致他 那最後休克在家裡 因為休克時間過長 然後延誤送醫 所以才會就這樣子離世 然後剛好最近除了山豬的事件之外 立刻就會有人聯想到 剛好媒體又拍到之前因為過勞 雖然說是過勞啦 但是我們身為睡眠技師就會很合理的去聯想到 像他那樣的身材 他也有很大的因素是因為他有睡眠呼吸中止導致他中風 好那個就是納豆納豆最近就是開始復工嘛 開始出來工作那他之前為什麼會中風 那就是有可能他也是睡眠呼吸中止造成的 為什麼一直要強調睡眠呼吸中止 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發生的時候 他的心血管就會產生就會有異常的現象 尤其他會產生高血壓心臟病 然後高血壓產生的時候就很容易發生中風 那為什麼 因為血壓偏高的時候就很容易衝破他的血管 當他在腦部有一些阻塞的時候 衝破了血管就會導致他中風 那如果他在某些地方不正常出血的話 就會休克 那這兩起事件讓我們很明白的去理解到 睡眠的重要 然後睡眠呼吸中止的重要 當然你也可以都說跟那個身材也有很大的相關 可是你們要知道哦 如果說他睡眠品質不好 他想要嚴格管控他的身材也是會有問題的 為什麼這麼說 當他睡眠品質不好的時候 他的內分泌會失調 他的代謝功能也會不髒 那代謝功能不髒就會導致他想減重減不下來 然後他的運動機能就不容易表現得出來 那他當然就比較沒辦法讓他的身體就是比較活化 然後沒辦法好好的好好的運動啊 或者是想要瘦也瘦不下來這樣子 好這是最近事件的短評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考驻